开放来台自由行在淡水最近很多人爱去的地方 淡水因为交通方便成了路客最爱造访的地区之一 而带动了这当地的经济发展 就连房价现在也悄悄跟着上涨 监运搭了就到的淡水地区 大家熟悉的观光景点淡水老街还有渔人码头 开放路客自由行之后也成了必定造访的景点之一 人潮也带来了前潮 北台湾这个地方的话 北区来讲的话真正会到这个观光 具有观光休闲度假 然后具有这个怀旧风味文化气息 我想就只有淡水这个地方 所以说未来来讲的话 我们的观光人潮 我想势必会增加至少成倍数以上的成长 打着公办重画区大街阔打市野 加上政府扶植发展云端绿能产业 大量公共建设进驻 加上观光产值日渐增加 让淡水的重画住宅区身价跟着水涨残高 交通建设其实在行政院所公布的消息 基本上就是像在六月份的时候 淡水河北侧的平面快速道路 它环平界已经过关了 那随接紧接着而来的就是动工 那另外在民国101年 就是民国101年年底之前 我想淡江大桥的预计是动工 那另外就是还有捷运的轻轨绿山线 重画区里建商大量在这里开发 一栋栋社区住宅拔地而起 打出海湾美景之外 也看好未来观光产业带来的经济效益 中天新闻台北众合报导